所以对于很多大型的养老金 大型的对冲基金来说 如果他们要寻找那些 可以说是事实上是零风险 但是呢 饱收益的产品 那么发达国家中的一些国债 特别是像美国 英国 德国 法国 澳洲 这些的国债 基本上来说 他们的违约可能性 接近于零 所以美国国债的收益率很高 那么就会吸引很多人去买它 你要买美国国债 自然就是需要换身美元 所以说对于美元的需求也在增加 所以这个联邦银行的这个报告 有点狗血 怎么说呢 它这边是说澳元 铁矿市卖很多 所以要很多澳元的需求 那边说 美国国债率收益很高 大家也要换美元去买美国国债 你这不是二皮脸吗 左边也说好 右边也说好 反正最后结果都是有一边说对 所以说这个报告呢 我看完之后 也觉得是非常的狗血 总的来说 澳元和美元只要是在0.75以上 那就是属于强势 但是我还是那句话 澳大利亚和美国 那两个国家哪一个更强大 这个毫无疑问 在未来可见范围之内 也就是说咱们说的三五十年 甚至于一二百年时间 只要不出现巨大的世界性的战争 那么美国的综合国力将会始终好于澳洲 所以美元的强势 但是理论上来说 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都会 它其价值会高于澳元 所以每当澳元无限接近于美元的价值 比如说接近于1比1 在这种时候实际上就是一个短期行为 咱们看看之前呢 07年的时候 澳元和美元汇率曾经达到了1比1.1到1比1.2 当时07、08年是美国金融危机 只要美国是出现了一系列的短期危机 但是澳洲这边呢 又是铁矿式繁荣时期 这个时候 澳元和美元的价值就会出现偏差 澳元有可能在短时间内 达到接近甚至于超过美元价值 但是我还是那句话 越是接近 甚至于超过 这个时候澳元下跌的空间就越大 因为从长期来看 美国的综合国力依然是远远要超过澳洲 好了再来看一下美国的基建 刚才说到美国搞了一个24000亿的基建项目 毫无疑问呢 这个对于澳洲来说应该是非常非常幸运 去年疫情严重的时候 中国先搞基建 澳大利亚铁矿石随着铁矿石出口的创新高 澳洲呢是赚了一大笔 现在中国搞完之后 美国再来开始 澳大利亚作为整一个产业链的上楼 也就是供货商 最早的供货商 可以说是东家吃完吃西家 两边天头 两边站 所以应该这么说吧 澳大利亚是这次疫情中为数不多的主要受益国之一 自己的疫情没有那么厉害 同时又是得益于中国和美国两边同时开始的 或者说是先后开始的大规模基建 那么美国的基建自然就是为了短时间之内创造最大的就业 在创造就业之后将会拉动整一个产业链 从制造业建筑业到交通运输 物流空运等等一系列的这个恢复 那么澳大利亚 从可以在这次24000亿中获得哪些收益呢 除了刚才我们说到的某一些铁矿石供应商之外 还其实还有很多企业将会从美国的24000亿计划中得益 如果你想了解更多哪些板块和股票将会因此而获益 不妨联系我们 咨询电话呢 大家都知道我就不再重复了 我们将会在近期给大家重点推荐出一些将会得益于美国24000亿基建计划的澳洲股票 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